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驾车就走 头都没回 根据车上留下的一张当天的加油票 警方立即前往加油站调出了监控录像 录像显示 在6月27号确实有一辆无耗牌的白色伊维科来此加过油 但是从录像中根本看不清司机的模样 之后警方对肇事车辆进行彻底查验 结果在车内不仅发现了子弹和血迹 还发现车辆被人精心改装过的痕迹 我们心里面就咯噔一下子 因为联系到这个当下 这个包裤事件比较多 所以我们当初第一反应是不是和包裤有联系 几经周折警方终于找到了这辆车的原车主 然而据他反应 就在出事这天上午 他已将自己改造后的白色伊维科车 专手卖给了从网上联系到的买主 他交易的时候没有留下对方的任何东西 连电话都没有留下 是这样 所以这个对方的身份证什么也没有给他提供 等于他也不认识这个人 水都到这里线索又断了 又没办法咬 就在案件调查陷入困境时 2014年6月28号凌晨3点 办案民警突然又接到农户钟某的电话 说有人拿了一把砍刀 站在他家的大门口 真没想到警方费尽心机难以找寻的赵氏司机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当时警方一面通过电话指导中某拖住正在闹事的犯罪嫌疑人 一面火速前往案发现场 因为我们这附近的话呢 这几种方言 一种是贵榴化 一种是状化 一种是客家化 几种方言 而且的话呢 聚集地还有普通话 聚集地的相对的就不同 我说你帮我听清楚 到底是说什么话 澳雷他确定是客家化 当警方赶到时 犯罪嫌疑人已经逃走了 随后 警方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线索 在村里展开搜捕 我们就了解 在这个附近 这个说客家化 大概有多少户 住在什么地方 去到麦布问的时候 那刚好那小麦布有个女的 还有里面打来说 那看看过 过了有十分钟 几分钟 几分钟前十分钟 刚刚从这里过去 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 民警们很快锁定目标 对当地村民 犯罪嫌疑人宋某 实施抓捕 由于犯罪嫌疑人正在洗澡 并没有任何抵抗 整个抓捕过程 异常顺利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带回执法大队进行讯问 他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一直口证 说师傅问他有没有证 然后没有这样 他说没有这辆车 但是问他有没有巨大威胁 他都说没有 但是回来我们大队以后 他都成了 这都是他干的 讯问中 宋某对自己连撞七辆车的行为 做出了解释 他的回答就是 他们不给我让路 在前面挡住我 我就不舒服 看不惯 我就把他转 感觉他是故意这样 你是说车子故意跟你做对 你是感觉路上的车都是这样吗 怎么说呢 反正也不是感觉路上车子都是这样 感觉的话反正车子 一到那个程度的话 各个车子都会有种 有种现象 原本故意冲撞他人车辆的宋某 现在竟然反咬一口 把自己说成了受害者 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我们看了这个视频 别人的车在前面都是正常形式的 我们觉得特意外 至于这种 这个深层势力 这个确实我们也觉得 相当于他心里是否有问题 等等这些我们都觉得 可能反正我们觉得不很正常 针对宋某一系列的异常行为 警方对他进行酒精 以及毒品检测 就是我们把他抓捕归案以后 对他的这个尿液进行了这个检验 结果我发现他这个尿液里面的 这个毒品呈阳性 毒品检验呈阳性 那么这个行为的话呢 属于典型的这个毒架的一个行为 那这种行为的话呢 往往是吸毒成已还没有戒除 或者是吸毒后这个驾车 造成了这种行为的话呢 它属于的话呢 这个毒架行为我们俗称 随后警方通过公安网查询 了解到宋某曾经因吸毒被拘捕 这证明他长期吸食毒品 你吸毒吗 以前吸啊 这吸什么东西呢 冰毒啊 吸冰毒啊 除了冰毒以外还吸别的吗 以前在小那个年轻 农师的时候吸过客户 也有 因为现在是 社会上说很 属于很正常嘛 光天化日之下 一辆白色衣卫科 一路连壮七辆车 最后冲进一农户家中 如此丧心病狂 肇事司机抑郁何为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疯狂的客车 滥用毒品这种损害健康 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 却被宋某描述成了 稀松平常的事 实在是令人感到错愕 据警方调查 因为柳州市的城乡改造 宋某呢得到了一笔 相当可观的拆迁补偿费 所以呢 他无需工作 整天游手好闲 待在家里 慢慢的也就结交了一些 不三不四的朋友 还沾染上了毒品 从此他就深陷其中 不能自拔了 询问中宋某说 自己在长期吸食毒品的过程中 常常会产生幻觉 他也跟我们这个半夜民警 也反映 他在这个家里头吸毒的情况下 他就感觉好像 他住家周边有人去 很多人啊 很多茶杂的环境啊 就产生这个幻觉 实际上他也清楚 是没有哪个去 专门针对他 怎么样他 他也知道这个事 但是清醒之后 可能就好一点 但是服用这个 精神药品之后 这个毒品之后 还是产生这个作用 由于毒品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 具有极强的刺激作用 因此宋某开始变得脾气暴躁 经常与人发生争斗 他称之为新路历层的一个 这个在QQ上面都有反应 因为我们对他做笔度的时候呢 他说他这一次 不是第一次采用这个方式 去碰撞别人的车辆 之前都有 发现他的QQ的日记通电里面 还有这个朋友圈里面 所刊登的这些东西 我们感觉到他比较偏执 比如说那个什么 什么我已经做好什么准备啊 然后大家一起死啊 这些东西 据调查 因为宋某的行为举止十分异常 家人还曾经将他送往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后来还调了这个医院的病例 穷春还问了这个当时的主治医生 是怎么回了 后来回事 后来说 这算什么病了 他说他这个就是因为吸毒 吸毒后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幻觉 所以说他的这个状态 状态跟精神病的一发作的情况是有点相似 由于宋某长期对毒品的依赖 最终6月27号开车上路的他 出现了判断能力完全失控的现象 那这种的话呢 毒驾他吸食毒品之后啊 这个驾驶人的话呢 会产生的话呢 这个幻觉妄想 那么的话呢 导致这个判断力 还有行为的自控力的话呢 是大幅度下降 那么从英国的这个科研机构做的实验来讲啊 这个酒后 酒驾以后啊 那么人的这个判断力是下降的话呢 这个百分十二左右 但是吸食毒品以后的话呢 它的这个判断力 还有自控能力的话呢 它是下降将近百分之二十一 所以的话呢 这个毒驾行为 对交通安全的这个危害性 那么我们认为甚至超过了这个酒驾 醉驾 警方经过九个多小时调查取证 最终排除了暴力恐怖事件的嫌疑 认定这是一起典型的涉毒驾驶案件 后来我们也经过马上经过进行 谈不上高兴 第一个啊 这个案件确实啊 我们通过调查了以后 不知道 从这个方面来讲啊 我们 是少许感到欣慰 安慰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这是一群毒驾 这是一群毒驾 这说明了 我们交通管理的任务啊 还是相当重 毒驾 对道路交通安全 对人民群用财产 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这个影响 危害还是很大 为了防止类似案件的发生 柳州交警部门决定 今后将加强 对涉毒驾驶的防范和打击力度 包括从他 从森林驾驶资格开始 到发现他有 吸毒行为 我们都应该在 提前 来阻止这个 假承 此案中 犯罪嫌疑人宋某 虽然没有造成 重大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 但是 由于案件性质恶劣 他将涉嫌 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提起公诉 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是个比较严重的罪行 如果是造成严重后果 比如这人死亡 最高可以判死刑 不造成严重后果的 要判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去徒刑 如今 面对法律的严惩 宋某是后悔莫及 我就希望 吸食这种化学 陪着朋友们 兄弟们 社会上的也好 本地的也好 希望你们 把这个毒剂掉 远离 尽量远离这个化学 没用 这就要对自己 家人 真的没有 危害很大 真的很大 我想你事情很多 真的 在采访中 犯罪嫌疑人宋某 提起自己年幼的女儿 是极度落泪 痛不欲生 他说 原本还准备陪女儿 暑假一起去旅游的 结果 美好的一切 都落空了 毒品让宋某在自我毁灭的同时 也破坏了他的家庭 危害了社会的安全 当前在新型毒品快速蔓延的严峻形势之下 禁毒绝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事 也不能仅靠某一个部门的力量 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关注 才能构筑起阻断和防御毒品的铜墙铁壁 毒品带给人类的只会是毁灭 无论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 有些路是永远不能走的 而有些错 也是永远不能犯的 我是徐骏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